大家好,这里是没有精致画面,只有满满干货的芊芊 凯撒大地,这一款大家肯定是不陌生的 85度C的同款,材料呢非常的丰富 蔬菜,培根,沙拉,芝士都是有的 蒜香味非常的浓,做法真的太简单了 洋葱,包菜,培根都切成小方块 当然,培根是提前煎熟过的哦 芝士我用的是妙可难多 黑胡椒的部分我用的是黑胡椒酱 沙拉的部分用的是亨士 蒜头也提前给它压成了泥 吐司去掉边,用剪刀剪成小方块 用剪刀真的比用刀切要快很多哦 继续把白吐司剪成一个正方形 在我们做每一款东西之前都提前准备好它们的所有材料 这样子做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手忙脚乱的 材料的部分都导入碗里 我给大家的配方表应该是足够做六块凯撒大地 戴个手套,抓拌均匀 面包丁提前烤好,我是用180度 然后呢,守着它烤的 喜欢焦焦脆脆脆的就给它四面都烤成焦黄色 加入面包丁,继续拌均匀 烤盘摆上剪好的吐司片 我感觉我这个剪的不是特别的方方正正啊 反正自己吃的无所谓了 拌好的材料往上堆 喜欢拉丝感强一点的呢 就再多加一点芝士 还可以再多加一点 上下火180度 烘烤时间15分钟 凯撒大地就可以出炉了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呀 我是千千,感谢大家的观看 下期视频再见